喝水竟然能导致胃溃疡 这听着好像挺吓人 好 盈盈给你一个任务 现在你就帮大家伙分析分析 没问题 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原文 我总共分散步 第一步 饭前喝水 它可能是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第二步就会把胃黏膜上黏膜给冲刷掉 第三步就引发溃疡了 好嘞 咱就一步一步来 一个字一个字破 黄老师 你听我说 第一个问题 饭前喝水容易刺激胃酸分泌 第一 喝水是可以刺激胃酸分泌的 当你吃进去食物的时候 它会通过米酒三精 刺激胃黏膜的B细胞 就是分泌胃酸 所以说它正常的伤力反射 喝水或者吃食物都会导致胃酸分泌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喝水会不会把胃黏膜上的 这层保护液给它冲刷掉 因为胃的分泌是20小时不停分泌的 它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也分泌黏液 所以说喝水只是说刺激它增加了分泌 并不能说把黏膜表面的黏液冲刷掉 话说回来 老师 你看第三个问题 虽然饭前喝水它是会刺激胃酸分泌 它还会有黏膜给它保护 但是在有个场合比较低水穿石 会不会长期这样下去 然后它就会冲破这个黏膜的保护壁垒 然后给胃造成伤害形成溃疡之类的呢 那我想问问大家就是知道胃困痒是怎么形成的吗 好像就是我知道有的那些就有炎症 然后不断地刺激它刺激它刺激它就形成溃疡了 就应该是有一种不好的物质一直在刺激它 就形成这个保护壁没有了 它就形成溃疡了 实际上胃酸膜具有强大的就是自我修复的能力 胃酸膜有保护烟素 人有损害烟素 但是如果胃酸膜的损害烟素增强了 而胃酸膜保护烟素血弱了 这个胃酸膜就是失去了正常的平衡 就会发生胃溃疡